Hello 大家好 我是花花 今天讲的是第737题 sentence similarity to 公民C就是第一问 734题的一个升级版本 那照题呢 那么变成了谜点 然后的话 它本质上其实是一道graph的题目 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dfs 或者是使用unifind 并插机来做这个题目 那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 如果没有看过第一问的朋友们 我会把这个第一问的链接 放在屏幕右上角 好我们先可以看一下第一问 再来看这个第二问 这个题目的大意义上 还是和第一问一模一样 就是唯一的差别就是说 这个那个similarity的关系呢 现在变成transitive 就是可以传递的 然后比如说 great和good是similar 然后fi和good是similar的话 great和fi也是similar 在第一问的话是不允许的 这样的话 这个问题就变得稍微复杂一点 那其他地方都是一样 就这个条件发生了变化 然后就是问你这个 这个words 就是一个sentence sentence的话是个words的数字 然后另外一个words的数字是不是相似 他要求的话是对应位置上的单词 要相似 那相似的话有这样的关系 就是一个图 好 那我们看一下讲义吧 我这边给的和他的例子稍微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的话我们有这些单词 better, good, fine, great 他们是互相 其实只有两两有关系了 但是他们是属于一个联通分量 如果你把它看这个图的话 那great和better就是有similar的可以联通 另外一个联通分量的话就是talent和skill 这样的话我给你两个sentence good, better, talent, fine, great, skill 然后这两两 每一对单词 他们都在联通分量 就是同一个联通分量里面 他们就是说可以共享一条边 直接的相连 或者说是better和great的话 它可以通过其他节点相连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 它就属于同一个联通分量 所以说都是可以的 最后的话talent和skill直接相连 那也是可以的 那对于这样一个例子的话 我们有两个cluster 两个应该说是两个联通分量 然后的话我们的问题就转换成一个图的问题 图的问题就是说对于 对于给你这样pair 其实pair就是一条无相同的编码 给你这样一个pair的速度之后 你怎么去构建这样一个图 然后的话对于这样一个查询 就是看每个相对应的单词 是不是在同一个联通分量里面 如果是的话就是ok 如果有任意一个pair 它不在同一个联通分量里面 那你就说整个sentence不是simile的 但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转换成了 查到这个 也可以说是检查两个点点 顶点是不是在同一个联通分量里面 那我们就知道可以使用dfs来做 dfs来做的话 我们就对这所有pair我们建图 然后对于这样一个query 对于google和fine 然后我们直接查 他是不是在同一个联通分量里面 对于better和git也是查一下 我们用dfs去从这个git出发 然后沿着 便利所有的同一个联通分量里面的节点 看看最后能不能达到better 或者说对 这样的话 最坏情况下的话 你可以把它是一个链表 它是单很长很长 然后从git 他每次都是查询 从最末尾到头上 或者从头到尾 就是非常长一个长串 那这样的话 最坏情况的话 我们是需要pairs 就这样一个 整个链表长度 成长words 比如说他每次都让你查询 better到git 这么长一条 从头到尾 最坏情况的话 它是pairs 但是由于到这个 最后情况 但是实际上会会很多 所以说我们做下来的话 这个第一种方法 用适是369行秒 那 第二种方法的话 其实同一种方法就是dfs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 这个cluster 它其实是static的 如果说他给你很长一个串 或者给你很长的word 这个words words 然后它里面每个单词都是batter到great 或者说类似的 你每次如果都查询一次的话 它就是很花费时间的 但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 我们可以说 这个graph一旦别了之后的话 我只要编例一次 那我就知道 这个然后我用一个hashtable 我来存储每个单词 它所对应的clusterid 对于这个connect 或者说ccid就是connectedcomponentid 对于这个component的话是1号 然后我所有的单词都map.e 那great.e bad.e 那这样的话我在查询的时候 我只要用o1时间就可以查询了 然后去assign这个clusterid 对于对于每一个node assignclusterid的话 它其实是o pears的时间 还是很高超的 那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发动 这样成这个opears加 words 然后它的时间发动 从运行之间就变成229秒 还是相当快的 那这两种dfs based方法 它的空间发动都是pears 因为这个图 我们的边数就是 2乘上pears 就是边数是pears 所以我们整个 复杂度的话最多就是opears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使用并查几 unify set 或disjoint unit set 并查几的话 我们可以查两个顶点 的组线是谁 或者说直接是 它其实是 对应每个顶点 对每个节点 它有一个 可以查查它的root 我们就是去根节点 或者说你是因为它是classid 这个并查几的话 它的 时间发动 也是 这个opears 当然你也得需要 使用一些优化 最后的话 我们把这个时间 运行时间降到了185毫秒 要比dfs dfs 稍微快一点点 那可能和你这个 实现和优化有关系 但本账的话 它们是同一个时间发动 要好于 第1种方法 就是每次 对于 任意两个顶点 都直接查询的这样一个情况 稍微好一点 那空间发动 还是仰仰我们 只有个 最多只有 opears 个顶点 所以说的话 空间发动 就是opears 那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代码特性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dfs based的方法 好 第1种方法的话 是没有 每次都是查询 dfs 查询两个顶点 是不是在同一个 连动分量里面 这样的话 实际上运行时间是 42分46号 我们看 代码特性 那和第1位一样 如果说 它这两个 两个这个 句子长度不同 直接反为forse 之后的话 我们这边有个图 这个图的话 就是key的话 是这个 顶点 它所有的那个边 它所有的那个邻居 邻居的那个 节点名字 就是它邻居的单词 那我们就把这个图清空 然后我们就来构建这张图 对于每个peer的话 我们把它的第2个节点放到第1个节点的那个邻居里面去 然后因为它是无相图的话 我们就对称的差语下 对称的 把第1个 节点 第1个 单词查到第2个单词的这样一个邻居里面去 那我们就完成这样一个简图 之后的话 我们对于所有的单词 每个对应的单词 我们用dfs的查询 这两个单词是不是reachable 或者说是不是在同一个联统分量里面 然后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visited 这样一个 一个set 来存储哪些节点已经访问过了 避免重复访问 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经典的dfs 便利的图来查到联统分量 就是把找出当前这个 当前这个节点的 相当于说查找这个source和destination是不是 就是在同一个联统分量里面 当然当source destination的话就把它找到了 否则的话我们就 我们首先把这个source 交到这个visited的数字里面去保证我们不会重复访问 然后对于所有的当前节点的邻居 如果他已经访问过就退 然后就跳过 如果没有访问过的话 我们就递规递规访问他的邻居 直到找到一个邻居 可以使得我走到这个desk的这上面去 如果以另一个情况符合的话 我们去返回处 如果所有的邻居都尝试过 都找不到destination的话 表示我不连通返回false 所以说只要一旦返回false的话 我们就知道两个单词不在 在同一个邻居里面直接返回false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便利了所有的 单词的pair之后的话返回处 还是 不是特别难 但是的话 对如果不是特别难 但是我们看怎么去优化这样一个dfs 如果我们说过最坏情况的话 如果这两个单词在链表 他这个图的话是个链表 如果这在链表的两端的话 他就每次视频时间是allpairs 是很慢的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去提高这个效果 提高这个速度 之前我们说过 这个pairs呢 它是static的 一旦给定之后就不会变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query之前 我们实现变定一下整个图 然后找到所有的联通分量 然后对于每个节点在同一个联通分量的话 我们给它asignID 这样的话我每个节点我都有一个clusterID 我就知道很容易判断两个节点 是不是在同一个cluster里面 那除了这个graph之外的话 我们也多了一个ID IDs的mapping 就是从这样一个 它的key的话这个单词 这个value的话就是它的clusterID 而是个整数 从从1开始 1到 这个cluster的栏目的数量 这样的话我们这部分件图还是一样 我们就不讲了 然后的话我们 我们对这样一个所有的在pairs里面的节点 当然你可以通过访问 也就其他节点 在这个pairs里面所有的节点 我们先看下它这个 单词是不是已经 已经assign过一个ID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用dfs 表示它是一个 不在现有的联通分量里面的单词 那我们就使用dfs 去从这个单词出发 去找到它的联通分量 然后把这个 它所有的联通分量上的顶点 assign成这个id加加 加加id也是一样 然后对于第2个节点是一样 都同样的事情 那么来看这个dfs dfs 这个dfs的话就是说 从这个current节点出发 把它所在的联通分量全部标记为id 然后 然后的话我们就 其实它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current的 那个cust设置成 设置成id 然后去第1规的调用 第1规的去dfs的邻居 如果已经 已经存在的话 已经 已经assign过ID的话就退出 否则的话我们就 继续第1规的访问它邻居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两步 这步很明显就是 这个opers 但这步的话 每个节点只会被访问到一次 所以说 它这个时间发度也是opers 有了这个id 这个单词到id的mapping之后的话 我们在quire阶段就很方便 如果请它两个单词是不是相同的话 相同就直接跳过 跳过 如果不相同的话我们就找出 它的id是多少 如果它没有id的话表示它 这单词并不在graph里面 不在graph里面的话肯定没有similar的单词 就不用管了 只要return false 如果这两个单词都在graph里面 我们就看一下它的class的id 是不是相同 如果classid不同的话就返回foss 便利完所有单词之后就返回true 这个就是使用dfs 然后使用静态的 查询一次 找到所有的connect component 并且把它所有的 这个 把这个所有的节点称成 他的classid 这样的话我们就在最后quire的时候就使用o1就可以反问了 判断两个节点是不相同 和这个第1问不同的话第1问的话是第2方法的话 是每次都要查询一下这个最坏情况下是opers 还是很慢的 好这是dfs 然后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unifind 那我会 我会 简略的讲一下 因为我之后会出一个专题而专门讲这个unifind 以及他的一些应用包括他在这个 Lead code中的相关的题目 我们会着重来讲这个unifind 这边的话我们假设已经有了这样一个unifind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使用它 unifindset的话就是他初始化的话有个数量最大数量 他有两个function就是union把两个 顶点合并在一起表示说他们属于同一个cluster 然后这个find的话是返回这个 这个顶点 这个顶点的这个 classid或者说这个rootid 假设说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个unifindset 或者说disjoint unifindset之类的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用它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第1步的话 还是一样就检查它的size不同 就返回措施了 之后的话我们知道 我们最多有这个pairs的数量乘上2个 不同的顶点 这是最坏情况下 所以说我们初始化这个unifindset的时候 就初始成pairs的size乘2 然后的话这个题的话 它和传统方法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这所有的都是用 在unifindset的话 都是用id 都是用整形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mapping表 这个mapping表的话 就是map从这个 单词 到它在unifindset里面的id的一个mapping 我们写的这样一个getindex 这个函数的话 就是说给你输入一个 单词 它会返回给你这个 它在unifindset里面的这个id 然后就最后一个参数的话 是不是要创建新铁点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跳过 返回一个intege mean 表示说 它不在这个unifindset里面 这个的话 在这个是在建图过程中的话 我们是要创建这样的一个节点的 所以说在建图过程中 我们就对这个pair的 一个单词和第2个单词分别 去拿它的那个 index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会创建一个新的 id 之后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pair的话 表示这个 两个单词属于同一个链的分量 那我们就调用这个union 然后把这两个单词合并在一起 这个循环做完之后 我们就相当于已经完成这个unifind 相当于是 这部分 其实是和这个dfs这边登价的 就对所有顶点 都asun了一个这样的 asun了一个classid 我们就在query的时候就看 之后我们要看看query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说 当Word相同的话跳过 否则的话 我们就拿到这个 这个Word 12这个单 相对应的单词的那个id 这边的话我们 这个create等于false 就是说如果这个 单词不在我们的那个unifindset 或者说不在这个graph里面的话 我们会返回一个 返回一个inted mean 就是表示它不存在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返回false 否则的话我们就直接 调用这个unifindset 就是调用这个find 表示说 拿到它的classid 如果它们两个classid不相同 那就反过false 这个其实和这边的 dfs这部分查询这部分的话 可以说是几乎相同 概念相同 唯一就是说我们要对每一个 我们能够知道每一个节点 它的所在的那个classid 或所在这个set的id 这样的话我们在这边query的时候就是所有草作都是 你可以认为所有草作都是o1的 那我们时间发动的话也是那个opirs 这边是opirs再让这个o521 那我们就做完了 其实还是用到一些优化的 那我们 就是说它这个问题本身都是string 因为如果你只用string作为key的话 在unifindset里面做key的话也是可以 但它效率比较低 我们还是全部用整形 所以说但是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个mapping 有个mapping来 并且写一个写一个自己的函数来创 那getindex 如果他index找到的话 如果存在的话直接返回 如果不存在的话 他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要创建 创建的话我们就把这 用当前这个 数元素的数量作为他的id 新的id 然后扎进去 就是说我们就 从小到从0开始 从0开始 对一个新单词 如果要加到这个 mapping里面去的话 我们就id给加加加 这样的话我们就 保证了每个单词都是uniqueid 不同单词有不同id 如果相同单词的话id是一样 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完照题了 其实核心概念还是比较明确 就是说 判断两个单词是不是在同一个connect component 里面去 然后的话我们第一个方法就是只用dfa的查询 也可以使用 把它记住所有的id 把它记住所有的id 然后最后query的时候可以叫到o1 那原理翻词的话直接是 o1你可以直接是o1 那他的 近似成o1但并不是真的o1 但近似成o1 所以说他的总体实验法的话 就是opiers加words 最好情况是这样子 应该是这个应该是最有情况的 然后的话 SpaceCompletity的话两个方法都是mg number pairs 还是比较好的 那好照题的话我们就讲到这边 之后的话我会开一个 新的这样一个系列 就是会单独讲这样一个数结构和一些算法 以及 一些我遇到过的一些 坑或者说我一些新的总结 那我们就会 跳过 就是脱离这样的 现在 以题目为基础 当然我也会 最后还是会讲这些算法数结构在 Litcode在刷题中的一些应用 我们主要还 我希望并不是 并不是说 重复来讲这样cs的课程 我更加希望的是说能够让同学们 大家就是说能够自己上手来 当然首先得知道理论 然后能够上手来写出这样的一些数结构和算法 并且能够正确的把他们使用到这个 解决这个题目上面去 然后我希望能够 提供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去优化这样的一些算法 实在他在实际工程中的话能够达到最优 当然我们得知道理论 理论是知道实践 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实际实践的经验 你相同的算法实践法度 但是在不同的 使用不同的时间 它的运行时间可以差好几个数量级 所以说的话 我们要知道理论 然后也要 通过实践来 证实验证理论 然后的话 去更好优化这样的实际工程中的问题 那好 绕题讲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观众频道 每周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然后的话 欢迎大家 转发点赞评论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花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